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詹姆士之前有發過一個如何並聯T5燈具的影片 有網友問說如果是實心線的話要插哪邊 詹姆士上次示範的是因為 假設這個是天花板上的線 因為這個是絞線,很多條的 銅線繳在一起 用這個來假設它是天花板上的線 實際上天花板上面水電配的都是這種單心線 一根銅的 天花板上會有白色或是黃色或是藍色 除了白色之外這種黃色或是藍色可能代表就是控制線 怎麼上次示範呢? 是把這個線呢 穿進去,因為這邊腳線是要用它裡面要壓住的 所以這個要壓下去再穿進去 好,那另外一邊一樣接一條進去 然後放開,它就會咬得很緊 好,那另外一條呢 也一樣,也一樣 壓著 假設這條是天花板上的中心線白色的 接到N這邊 那我們這個白色線接到N 壓著,好,放開之後 它就會咬得很緊 好,這樣 是上次詹姆士那個影片中示範的 好,那你要拆開也是一樣簡單 把它壓著就可以拉開了 壓著就可以拉開了 OK 好,那實際上狀況呢 如果是天花板的 上面會是 白色的 白色的中心線 你可以用錢紙 把它撥線撥,差不多 0.8公分 好 接著,這邊 另外一側的 這邊是不用壓的 不用壓的 所以把它用力插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呢 你看到L L是直火線 N是中性線 好,那這邊分開來看 這邊 1,2,3 4,5,6 6個孔,它都是相通的 等一下我們用電表來測試 好,那這邊 1,2,3 4,5,6 6個孔也是相通的 好 所以就直接給 插進去 插到底 好,它就夾滿緊的 好,那另外一條呢 會是黃色 黃色 那 水電不一定會配黃色來當 控制線 它可能會配 藍色 但不會是綠色 綠色一般當作接地線 那也不會是紅色 黃色當作火線 好 好 它黑色一般也是拿來當火線 所以它呢 會避免拿這幾個顏色來當作控制線 好 一樣呢 把它 右邊這邊的孔 這三個 選一個 把它插進去 好 這樣就拔不出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 擔心線的插法 好 它上次是假設就是擔心線 但是因為它是腳線 所以 在我們也是 插這邊 好 那我們來測量一下 是不是這六個孔 都是相接通的呢 好,那我們拿電錶來試看看 測看看 那我們把它轉到這邊有一個 封鳴器的圖案 我們可以先測試一下 兩個針 它短路的話 它就會叫 好 所以我們來測試這 單邊的六個孔 是不是相同的 我們插其中一個孔 好 接著 我們插對面的 對面的孔 好 相通的會叫啊 代表它要短路啊 所以它是相通的 好 我們插下面的 一樣 好 一樣插這邊 再插對面這邊 可以看到它是會叫的 所以它都是相通的 那下面這個孔太小了 插不太新鮮 這個先 我測試 好 那 相鄰的呢 它是不相通的 可以插 如果相通的話 你 你如果 接線上去上面 可能就會短路就爆掉了 你看就是不相通的 好 好 那我測試另外一邊 這樣子 如果這一邊的話 每個洞都是相通的 好 這邊的洞 相通的 洞可能插不太下去 好 可以 所以 它單邊的都是相通的 這樣分開來看 所以千萬不能你的線 接在一起 全部都接在同一邊的話 可能就會爆掉 短路 好 好 那我們快接好的 插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見 881 我是詹姆士 881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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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 下個月 就要是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小禮 可以 不再見